日前 大陆财新传媒报告 浙江卫视播出的现象及综艺节目《中国好声音》第五季播出前夕 再次遭遇荷兰版权方淘汰 原制作公司灿星制作及新东家唐德影视三方的激烈争夺 6月20日晚间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发文称 唐德影视于近日提出诉前保全申请 经审理 则令灿星制作立即停止使用包含《中国好声音》字样的节目名称及相关注册商标 针对这一审理结果 灿星制作副总裁兼宣传总监陆维表示 灿星制作将申请行政复议 审理结果不会影响《中国好声音》第五季的正常播出 2013年9月 当时出版的博讯杂志披露 《中国好声音》幕后投资者是中国华元文化产业投资基金 基金实际掌控人是李长春的女儿李同 该节目首季播出时 单式广告收益就达17亿元人民币 为李同掌控的财团带来巨额回报 李同在文化解决金 成为中共太子党右翼新巨富 据报道 《中国好声音》由华人文化基金辖下灿星公司从外国引进 本想在央视播出悲剧 后浙江卫视看在李长春面子合作 因有李长春在背后 吸引两岸三的众多歌手登台竞技 节目一跃成为内地最旺的电视音乐节目 广告不绝 三个月赚17亿 换言之 李长春家族在短短三个月时间内 就从大陆文化市场卷走巨款 这还不包括灿星制作法选手签约以及签约之后的商业演出等项目都收归 即有 包括音乐学院 演唱会 音乐剧 线下演出等在内的全产业链所产生的效益 文章还披露 这17亿广告收入的黑幕是 李同等人借助自己在上海文广的权利 将上海文广下电视节目的17亿广告 违规转给浙江卫视的中国好声音节目 文章评论说 比起江泽民等中共大佬们的子女 李同虽然下海很晚 但赚钱有方 且不鸣则银 一鸣惊人 他圈钱的能力丝毫不比其他太子党逊色 而且 更善于利用自己的优势 利用父亲是中国意识形态大总管的便利 在被人们认为没有油水的文化领域开拓江场 生生炸出伊统统令其他太子党眼热的缘由 但就在这则消息传出后不久 另有海外媒体为李同碧瑶 声称上述传言为一个张冠里带的大乌龙 江泽民掌权时期 中共官员主要靠三个规则快速爬升 随着习近平当局在中共内部反腐的不断持续 已有成千上万名官员落马 再加上当局出台的各类条例和规定 当年提拔官员的三大规则被打破 6月7日 陆媒报道称 近期王岐山在北京 辽宁分别召开座谈会 就制定稳责条例征求意见 王岐山再次强调 制定条例的过程就是统一思想认识 释放失责必问强烈信号的过程 有权必有责 有责要担当 失责必追究 王岐山还表示 制定稳责条例就是要把力见高选 当局对问责是动真格的 官员不担当 不负责就要被追责 他再次强调 动员千变不如问责一次 执行制度管件在人 同一天 中共官媒人民日报还外版微信公众号 辖客岛撰文称 问责很多时候是稀缺的 这在政府的决策中尤其明显 一些地方的领导干部追求政绩 不谋长远 在短短的任期内 迅速排脑袋上马一批项目 也无论市场有无消化能力 未来能否承担风险 无非就是在任期的短短渐期内 迅速达到一个漂亮的指数 这种短期内的漂亮政绩 往往留给继任者一堆债务 一堆麻烦 但当初的决策者呢 因为漂亮的指数升值了 一拍屁股走了 让信任者来帮擦屁股 这种责任击鼓传花式的传递是非常不正常的 带来的只是无人负责 所以我们看到一些地方领导一出事 都可以怪罪前任如何如何 而前任因为退休 或者改任更高的职位 往往为尊者会 或者待于权势 这前任决策的责任就不了了之 时事评论员李林毅表示 江泽民掌权时期 以贪腐 利益诱惑官员为其效忠 各级官员为了能尽快爬升 经常急功近利 目光短浅追求GDP 这样不计后果的发展 破坏了环境 最终导致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的出现 对此 江泽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侠客岛的文章还指向了败政行为 在之前引述过的一项调查中 有官员就在谈到改革的故技时说 也没见着有谁因为不改革而被问责的 在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氛围下 怕当出头鸟 怕有担当就成了明着保身之举 此前海外媒体的报道中 辽宁前省委书记王民就是一个戴政的典型例子 2014年以来 东北三省经济出现集体断崖式下滑 2015年 吉林 黑龙江 辽宁三省的GDP增速 分别是6.5% 5.7% 3% 在全国省区市中排名倒数 2016年第一季各省GDP公布 东北三省仍旧敬佩莫作 辽宁还出现负增长 全国GDP增速垫底 陆媒的报道说 王民从吉林省委书记被调任辽宁省委书记后 就开始不太做事 海外的评论更是一针见血 王民将借退休之灵 即在离任前破冠破摔了 有海外媒体曾报道 习近平一度对王民主政的辽宁省委省政府非常不满 曾当面训斥辽宁当局对上级吹吹拍拍 说假话套话空话 会假暴 编假数据 造假政绩 忽有中央 忽有百姓 十分危险等 在2015年4月10日的东北三省经济形势座谈会上 李克强曾语气沉重地说 你们的各项数据的确让我感到揪心 李克强结语时还表示 到年底我们要回过头 算送账 而今年中共政协会议刚开始 3月4日 已转任中共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黄民 被宣布接受调查 江泽民掌权十多年 中共官场乌烟瘴气 攀腐盛行 输送利益更成为各级官吏升官发财的手段 海外出版的终极虎学 江家邦一书透露 江泽民本人卖官3000万元起步 中共各级官员也跟随江泽民大肆买官卖官 官方通报被查处的党政军界官员 很多设买官卖官 全色交易 与他人通仙等 周永康 郭伯雄 徐才厚等都靠此疯狂敛财 大陆网易的调查新闻栏目 陆标曾报道 在军队高级军官的人士安排上 时任中共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和徐才厚是直接排版者 获益匪浅 军队知情人士透露 郭 徐任军委副主席时期 高级军官将升迁获挪卫要给二人送钱基本是公开的秘密 港媒今年的报道透露了郭伯雄受贿的一些细节 据报 大约在郭伯雄进京不久 一次 一个部下给伯送来几万块钱 郭的老婆何秀莲带着老花镜在客厅仔细数前 郭伯雄故作镇定地在一旁看报纸 即使眼睛与光眼钉在何秀莲身上 秘书进去报告事情 打断了何秀莲 何秀莲说 哎呦 又要重新数 报道还说 郭的秘书见此情景相当感触 到了后来 郭伯雄权重如山 别人送的钱也在他家中堆成小山 郭伯雄收钱收到手软 再也控制不住 但郭伯雄一般不碰钱 均由何秀莲带收 久而久之 军队干部相升迁 往往通过何秀莲运作 尤其是非陕西级和兰州军区的干部 本和郭伯雄什么也不搭界 都会想方设法认识何秀莲 何秀莲收到钱后会告诉郭伯雄送钱者的要求 如果郭伯雄明确告知不行 钱就退回去了 如果郭伯雄默不作声 这钱就收下了 当然事情也会给办 在郭伯雄被通报移送审查起诉后 大陆官媒随即点名 时任中国电信董事长长小冰 曾为郭家输送利益 如外界所知 尝试将年恒的马载 另据大陆界面新闻报道 周永康在接受调查后 有人在周永康的家被查封时 看到广东省前政法委书记 前政协主席朱明国的一封效忠信 朱明国曾把个人简历和效忠信送过去 请周永康帮忙提拔 如今在习当局的大力反腐中 这些曾在官场上为高权重 不可一世的中共高官们都已成为阶下囚 官场上买官卖官 公开输送利益的行为也大为收敛 盘点将派落马的高官 从王力军 薄熙来 李东生 苏荣 徐才后到周永康等 其共同特点 其都曾积极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 并犯下大罪 尤其是迫害法轮功的主力机构610 先后有三大头目落马 分别是周永康 李东生和张月 近日有港媒爆料称 有77名中共地方省级高官近期被约谈 与此同时 还有消息称 中共中央书记处 中纪委和中组部联手对120余名省级一 二把手高官实施了四规三防 舆论认为 中纪委近期大动作连连 或许是为后续出手更不寻常的大招做准备 香港动向杂志6月号报道称 近期有77名地方省级高官被约谈 目前该媒体已掌握被中纪委 中组部约谈的省级高官 有江苏省委书记罗志军 江西省委书记强卫 上海市政协主席吴志明等人 其中 江苏省委书记罗志军曾于2015年8月初 被港媒爆料事令计划的四大金刚之一 即将面临调查 同时 有海外媒体报道指罗志军因积极追随 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而发迹 2006年 已被海外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列为 被追查的罪犯 此外 动向6月号同时还爆料称 为防止大老虎中老虎混入新一届领导班子 6月2日至6月4日 中纪委 中央书记处 中组部分批召见了部分省部中共党政领导班子 并对120余名省级四大班子的一 二把手实施了四规三房 所谓的四规三房就是指 一 及时暂停以现任职务主持班子工作 主持会议 二 及时停止带团队或列入团队出国 处境共干或出席其他公开活动 三 及时停职以现担任职务 权力 和地方部委商讨有关工作 四 在暂停刑事部分职权审查期间 未结束有结论 一律不晋升 不调动 不断退休手续 中纪委同时要求相关部门 要防止上述被自规的问题官员自杀 自残 畏罪潜逃 或搞串联活动 本会原始档案等勾当 众所周知 上海市江泽民的政治老巢 在将掌权期间 在上海大批亲信就不得到提拔重用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 俗称上海帮 自从习近平当局上台以来 江系势力一直遭到多方位的打击与削弱 北京当局对上海的江系势力更是步步为营 从更换上海市纪委掌门人开始 对江派在上海的旧势力逐层剥离 外界舆论认为 上述现象表明 江泽民派系在上海的势力正在分崩瓦解之中 而中纪委近期大动作连连 或许是为后续出手更不寻常的大招做准备 海外独立时政观察人士政经委分析说 近期中纪委大动作不断 从曝光的消息看 王岐山无论是限制一千多名高官亲属出境 并上报财产信息 还是对超百名地方诸侯进行四规三防 以及对众多省部级高官的约谈 都显示出一种为而不大的姿态 换言之 同时对这么多高层官员及他们的家属动手调查 其目的恐怕不是真的要把所有人都拿下 事实上也不可能做到拿下所有人 他表示 这很可能是一种策略 目的是用尽可能少的人力 在一段时间内可以成功限制住大范围的不稳定因素 限制可能对习王造成威胁的众多实权人物 而这往往意味着习王将有非常重大的举措出台 此前 香港动向杂志曾报道 由王岐山主管的中纪委牵头 协同中组部 中共中央政法委一起 于今年4月25日下达 关于党政军 国家机关部门高级干部家属 亲属 包括离退休省部军级及以上本人 家属 亲属 出境出国若干规定的通知 通知自即日起生效执行 报道说 接到该通知的中共高官中 江泽民家族首当其冲 随后 港媒继续爆出江泽民父子不利消息 争名杂志披露说 蒋绵横已经被中纪委正式约谈 要求其交代在境外开设公司等情况 时政评论员谢天奇认为 习近平阵营在加速清洗江派窝点的马仔 升级金融反腐的同时 明显已经将主攻矛头对准江泽民老巢上海 政局敏感时刻 放封江泽民父子被内控的同时 北京 中南海 上海安保升级 美国国会全票通过谴责破坏法轮功的343号决议 显示国内和国际上抓捕江泽民的条件已经趋于成熟 种种迹象显示 习近平正酝酿针对江泽民及其家族的重大行动 而王岐山的系列大动作 很可能是为这个重大行动将要出台之际的铺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